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 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六种贵人相助免相 生来就有富贵命 正所谓面中待贵 命中待福 一个人的面部特征中 若是长有明显的贵相特征 便说明他们拥有着非常出色的贵人运 这类人即使自身没有特别好的才能 以及出色的事业运 也依然可以凭借贵人的相助 在工作中收获成功 获得丰厚的财富回报 当然也有一些人面向天生无福 缺少贵人运 即使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拥有好的贵人运 今天小酱之来和各位酱友分享 看看你有没有贵人运吧 一贵人运棒的面向 一印堂外形出色 在判断一个人的事业运财运 以及贵人运特点时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印堂 也就是命宫 位于双眉之间 山根盛放的印堂 可以说是命主整体运势 好坏的一种表现 印堂又被称之为命宫 命门 其外形特征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福运变化 面向学中常说的印堂发黑 印堂有紫气冒出等 都是一个人运势好坏的表现 所以当命主的印堂外形非常好 整体平坦光滑 肤色红润且富有光泽 没有任何皱纹 疤痕以及质存在时 便足以体现出他们的贵人运非常好 这类人不仅在工作上容易结交贵人 生活中也能够遇到很多可以为自己提供帮助的朋友 交集能力与眼光都很出色 二 眉毛尾部聚而不散 眉毛虽然在五官中没有实际的作用 但是在面向学中却可以展现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好坏 眉毛外形出色说明命主的性格很好 在工作生活以及交际方面都有着好运加持 相反若是眉毛外形糟糕 发质枯黄的话 则说明他们经常所欲非输 很难通过与他人的交流 获得好处与利益 好的眉毛应该是发质顺滑黑亮 且外形有着明显的弧度 最重要的是眉毛尾部必须要顺畅 没有任何散乱逆行等情况出现 拥有这种眉毛的人往往性格温和 待人亲切 在待人处事方面有原则有计划 很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自然不会缺少好的贵人运 三 鼻梁挺拔 鼻直无企节 虽然鼻子在面相学中被视为个人的财博功 是命主财运好坏的一种象征 但面相学中认为一个人的鼻子若是长得好 说明他们在交地方面也有着极佳的运势 不仅容易结交贵人 也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 因为鼻子是整个面部中最高的部分 且处于正中央位置 而一旦鼻子外形糟糕 就会影响整个面容 让人看起来缺乏美感 鼻子端正 鼻梁高挺 且顺直的面容 看起来立体感十足 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自然更容易被他人所接受 符合他人的审美观念 且鼻挺的鼻梁 也体现出了命主事业运 顺畅 工作顺利 不会遭遇意外 他们在工作中是很容易遇到贵人的 四 人中外形深长 人中也是一个人面部中 可以展现出贵人运好坏的特征之一 要知道人中主要的象征含义 是命主的健康以及寿命 人中外形深长 说明其人健康状况良好 有着旺盛的精力与活力 且心态端正 意志力出色 这类人无论做什么 都能够保持好的状态 很容易在事业以及生活中获得成功与幸福 他们在平日生活中 工作上的交际能力也不会很差 且非常擅长融入到集体当中 不会让自己显得非常不合群 此外 面相学中还认为 人中外形好的人性格沉稳 颇具谋略 懂得如何改变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不仅人缘好 而且可以主动与贵人保持好的关系 五 耳高如蹄的人 耳高如蹄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耳朵会比较高 像是让人用手被蹄着一样 古话常说 耳高如蹄的人容易少年成名 这种人他从小都非常的聪明 做事情也比较专注 学习能力很强 善于听别人的意见 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 非常懂得尊重别人 而且很有包容心 特别懂得为别人着想 身边的贵人不断 他自己事业上也是顺风顺水 非常有富贵名 六 耳白如玉的人 如果说一个人的耳朵轮廓特别分明 而且颜色很白润的话 这种人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都是以成相待的 不会欺骗人 形势光明磊落 非常有大将的风范 这种人他命中也不缺乏贵人 并且命中会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二 难有贵人运的面向 一 三角眼 这可以说是眼睛面向特众中最糟糕的外形之一了 所谓三角眼就是指眼睛的整体外形 看起来如同三角一般 棱角分明不够圆润 外形线条缺乏弧度 使得整个眼睛目露凶光 给人一种心机歹毒的感觉 要知道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 一旦其外形糟糕 眼神不佳的话 便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长有三角眼 无论是内三角还是外三角 亦或者是下三角的人 他们的内心想法较之常人 却是存在很大的不同 其人往往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凡事总会率先考虑自己 习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类人心机多且疑心病较重 根本无法信任他人 自然也难以获得他人的认可 二 山根上有横纹 双眼之间的鼻根部位就是山根 这一位置可以说是整个鼻子上最低的部位 有些人的山根甚至内凹明显 导致其人的双眼看起来缺乏立体感 面相学中认为 山根代表命主的健康以及人际关系 因为山根正好处于双眼之间 而眼睛又和其他人的交际能力有关 所以说山根外形糟糕 预示着他们缺乏贵人运 以及良好的人缘 假如山根上长有横纹就是如此 山根有横纹代表了他们心中存在枷锁 不容易信任他人 缺乏主动与他人交流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这类人做事缺少底线 无法做到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他们想要获得好的贵人运 是非常困难的 三 嘴角下垂 面无微笑 下垂的嘴角会让人看起来 无时无刻充满着怒火 整个面容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比严肃 缺乏温柔 这类人不仅平日里很少微笑 而且在交际方面也缺少温和的气质 很难拉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他们想要在工作 生活中获得好的贵人运 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他们自身没有害人之心 也无法轻易获得他人的认可 想要改变这种局面 必须要从自己的气质上着手 四 下巴削尖无肉 下巴也称地格 代表着一个人的婉言运势 储蓄能力 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和自身的能力强弱 如果男人的下巴尖削无肉的话 这种男人一般都非常的小气和自私 凡事只顾自己不懂得为别人着想 对身边的人也非常的小气和抠门 喜欢胡思乱想 做事不踏实 也没有什么上进心 非常的贪图享乐 而且也不注重亲情 人际关系不太好 贵人运比较差 遇到困难时 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 赚钱非常的困难 一生无权无势 注定受穷的命 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展现出他们在工作 生活以及交际方面具有的运势特点 好的面相确实会让人工作顺利 爱情稳定 容易获得更为顺畅的生活 假如你的面相不是拥有贵人运 那也不要气馁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自身 倘若你奋发努力 友好待人 心存善念 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